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名美籍通气犯来台后咬身一变 不但成了厨师还开店举办厨艺比赛 在台上评分颁奖给参赛者 自称是美国UCLA毕业的国际名厨 在台湾打出名号 宛如电影般的剧情让警方都叹为观止 他跟朋友合伙经营厨具店 整整13年的时间 居然都没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 警方调查原来这名美籍男子克里斯 因为犯下商业窃盗跟脱离监管罪 遭到美国通气 2007年他持假护照进入台湾 在高雄取得厨师执照开店 直到去年6月 因为家暴案被通气 身份制裁曝了光 克里斯因为家暴被判刑八个月假护照入境两个月 这才被移民署驱逐出境 神贵厨师潜入台湾13年 却因为再度犯案暴露身份 结束逃亡生活 回国面对牢狱之灾 三星文吴冠宇许志诚台北报道